嗨,我們又見面了 上一集感謝李琼如的超級感謝 您的超級感謝是我繼續創作的最大動力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把我的影片看到最後 看完整 就算你看不完 放著讓它跑完也好 這都是對我最大的幫助 上一集我們講的是個別的單字 今天我們來講 複合子音 那這個複合子音或者是雙子音都好 我們就是不拘泥在它的名字上面 反正它就是有兩個字組合而成的子音 有人可能會很納悶什麼是子音 什麼是母音 我們也可以說是原音跟輔音 不管它名字怎麼樣子 如果你還是沒有搞懂這之間的關係的話 可以先去Google 維基百科有很多的解釋 Google上有很多的解釋 我想我們在這邊就不要太花時間 去解釋什麼就是子音 什麼就是母音 但是我的內容 會很常提到 這兩個名詞 那你必須要了解的事情 好 那所謂的雙子音當然就是理所當然 它 是兩個 以上 為什麼要說兩個以上 因為 按照越南文的規則呢 是會有出現到三個的 那一樣喔 今天是按照我個人 排列的邏輯 來跟各位呈現 它跟越南文的 排列順序是沒有關聯的 首先呢各位還記不記得 上一集我有提到就是 越南文沒有使用到的字 這些字是越南文沒有用到 但不代表 他們沒有用到這些音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 從這裡面抽出三個 越南語會用得到的 第一個呢 就是 F對應出來的 它對應出來的 雙子音 就是這個 F 很簡單 很好發 跟注音裡面的 F是同音的 也很好記 越南的河粉 F 用的就是這個 F 再來 J對應到的 這兩個字 為什麼是 分成兩個字呢 首先我們先看這個字 它念作 J 我們可以用注音的 J 來給它做一個 參考對應 但我們必須說 J跟 J 不完全100%一樣 越南語的 J相對的 輕了一點點 中文的 J會 重了一點點 上一集也有人 對我提出質疑 就是說 英文的 L跟 L 不可能100%一樣吧 對吧 當然啦 因為這是不同的語言 發音形式 肯定會不一樣 我會這樣子講的原因是因為 我希望各位能夠找到 發音的方式 並不是說 他 跟他 就長得 一模一樣 只是說 發音的形式 有輕或重的差別 那對一個去學習一個完全 陌生語言的人來說 找到正確發音的方式 會比 叫他發出100%的準確來的 更重要 回歸我們的話題 這個字 念者 我們可以 找到注音的 雞 跟他發音是比較接近的 那這個念作 J 其實我們可以 對應到 注意裡面的 J 他其實就是他的捲舌版 而實際上 如果你要再 更正確的去講的話 他應該念作 J 這我就覺得很有趣 以前 在上課的時候 老師都會跟我們講說 這個就做 R 這個 理所當然就是 J 可是 我這輩子 這輩子 還沒有聽過 越南人正常講話的時候 是有 R的音出現 這個音 我不知道說是因為 越南語本來是有 然後後來 被埋沒掉了 還是 越南語 是沒有的 然後 是因為 改成拉丁體系的字母 才加入這個音的 這個我們以後再去探索 那總之呢 你想要 學得更精的 你應該要知道 他念作 J 如果你 只是想要知道 他們兩個的差別 那一個叫做 J 一個叫做 J 就好了 下一個 Z 對應出來的音 是這個 Z 這邊有個陷阱 有人可能 知道他念作 知道他念作 然後呢 組在一起 就念作 Y 還記得我上一集所說的規則嗎 當 遇到 EA 之類的這些字 做結尾的時候 他必須要加上 H 也就是說 Y 這個字 正確寫法 應該是 這個樣子 所以這兩個字組在一起 它是 一個字 那這個字的發音就叫做 Z 當然來到了 G的家庭 就必須要把他的兄弟姊妹也一起請出來了 G 所延伸出來的 雙子音 就是 G G G的發音呢 在國語裡面是沒有的 但是我們一樣可以從台語裡面去尋求他的發音方式 台語裡面呢 跟G的發音比較接近 就是 G 很硬的那個G 硬凹 G凹 不是那個 不是很重的 新鮮 縱觀下來如果你的台語比較好的話 其實你學越南語會學得比較輕鬆 這個G 是唯一有可能發展成 三個子音的 為什麼 因為 他有G 那如果G 碰到這些字的時候 後面就必須要加上什麼 加上 和 所以 如果他碰到這些字的時候 加上和之後 這個複合子音 就會變成 三個子音 組成的一個 子音 這點大家就要特別去留意 我來舉幾個例子吧 這一些 就是 規則裡面 不需要加上和的 這一些 規則裡面 需要加上和的 那他們的讀音 是 一樣的 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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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呢 就是 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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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是 ㄟ 做為開頭 然後搭配後面的母音而已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 規則 就是這樣子 在做完上一集的時候 我還有特別跑去查 這個規則到底是 為什麼還存在著 那其實 我稍微有查到 就是說 在法文裡面 如果這個 ㄟ 碰到 這個 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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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唸成 ㄟ 之類的 但反而 反而我法文就不熟了 反正它會變音 所以你必須要 加上 來維持住它原本的這個 ㄟ 的發音 那 這些當時在推廣 越南文拉丁話的這些 傳教士 這些外籍老師呢 他們 本來就都是 講法語 講葡萄牙語的人 所以 他們就用 自己母語的習慣 加注在 越南人的教育上 所以 越南文就莫名其妙 用的就是 跟著這些 外籍老師 一併就這樣子用了上百年 一直到後來 越南教育部 去設立了這個 越南文標準的時候 其實也沒有把這個 規則給拿掉 所以我還是再重申一次 你寫錯 不影響閱讀 所以不用太擔心 但我會建議你 既然 規則就是規則了 最好還是能夠把它給寫對 然後再來這個 子音 比較不好發 因為在 中文 中文裡面 都沒有 它叫做 ㄋㄟ ㄋㄟ 它是ㄋ 開頭 ㄋ結尾 所以你就是 翻譯形式就是舌頭 就用ㄋ的 開始的那個音 頂著 你的上額 那用 ㄋ結尾 就是嘴巴張開 來作為它的結尾 如果你學過泰文 學過柬埔寨文 是有的 這個音是有的 就是 這個字 它對應過來的 就是這個字 可是在中文裡面是沒有的 所以 愛莫能住 我也找不到 英文也沒有的樣子 嘖 我想不到 再來比較簡單的 這個念 可 跟注音裡面的 可 是同音的 可 這個念 特 就是 特 呵呵 就是我們注音的特 還是再複習一下 這個是 德 不是特 它是 德 這個才是 特 再來 這一個 念作 果 上一節我們也有提到 它單獨出現的時候呢 基本上就是英雄無用武之地 那基本上它只會以這個形式出現 那這個音是怎麼發呢 其實它比較難從它的表面上面去 看出它的讀音 它念作 果 如果我們要用比較國際的拼法來拼的話 它可能會長成 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它有一點歌的音在裡頭 果 果 OK 大家感受一下 接下來是 規則說明 因為我們有 複合子音 複合子音 所 帶的字 有的是 半子音 什麼叫半子音 就是 一跟無這兩個 是半子音 關於半子音的說明 各位還是一樣去 Google一下吧 好不好 我們就不在這邊多做說明了 欸不對 應該要叫半母音才對 半元音 反正我自己有時候也是有點亂啊 不管它是半元音還是 半子音 應該是半元音 反正 這個字呢 它有時候會被當子音 有時候會被當母音 所以它才會被叫做半元音 當它們兩個 這樣子的一個組合 組合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有可能 會跟 後面的一串母音結合 而出現重複的情況 我們直接舉例子 例如 前這個詞 我們把它拆開來看 它的結構其實就是 z 加上 en 然後再加上聲調 這樣子的話 如果它們兩個組在一起 會出現兩個 e 這個時候 越南文裡面 只用一個而已 他們 把它給合併在一起 就是這樣 同理 例如 這個字 它的結構也是 我加上 u e a de yu 兩個加在一起的時候 u也被合併了 這個就是比較特殊的規則 也就是說這兩個字 你要特別去留意一下 因為它後面帶的這個 子音呢 就是它組合的這個組合 有點特殊 它是有母音這裡頭的 當然這個母音被叫做 半母音 半元音 所以它跟 母音 串 組在一起的時候 是有可能會出現重複的情況 這個需要多加留意 再來 我們要講一下 越南文的 母音 它的名字跟它的讀音 是 一樣的 例如說 我念出來的就是它的名字 同時也是它的讀音 但是子音就不一定 子音呢 它的讀音 通常後面會加一個 大家都有聽到我念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 例如說 這個就是它的 讀音 也就是說 我拼字的時候用來念它的聲音 那它也有名字 它的名字就比較多元了 我就來示範一下 你會說 它也有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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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個選擇題 A B C D的時候 我不會說 A B C D 這樣子念 有點卡 我們會說 因為它是代號 所以 名字 通常要嘛 就是用在 告訴人家 這個詞 是有哪些字 組成的 或者是這個東西的代號是什麼 我們會用到它的名字 所以我覺得 背跟不背 其實不是很重要 但是 它的發音 它的讀音 我會很建議各位 最好能夠學起來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老師會用到 他在教你拼字的時候 他一定會讀到 如果 他讀出一個 你不熟悉的音 其實你會學得 很 磁力 而且你自己 也沒有辦法 透過這個讀音 去分析出 這個字 到底 有哪些結構 所以你最好 還是 去把它的讀音 給記起來 至於它的名字 你記不記 我就覺得 沒差 好以上就是 補充 上一篇用的 就是 雙子音的部分 這兩篇基本上 你如果守備的話 每天看 手記起來 相信我 你基本上已經可以 跳過越南文 的基礎課程了 我已經幫各位省下 我幾千塊的課程費了 你已經可以去報名一些 比較是 開始拼讀的內容了 不用去學那些 初級的東西了 關鍵就是你 能夠把這個 內容給吸收 那OK 我要繼續 錄別的內容了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 再見囉 拜拜